網球雙打姐妹 張宏晴是為亞運女雙第二種子 順利挺進金牌戰 梁恩碩 李亞軒也打出好成績 兩組雙雙晉級 三十號冠軍賽上演臺灣內戰 回顧比賽 首盤前兩局 雙方互破發球局 張家姐妹第三局再度破發得手 接著就一路爆發 以6比4收下首盤順利 第二盤雙方一路纏鬥到第七局 第八局 張家姐妹保足發球局 第九局又再度破發 中場以6比3直落2拿下金牌 我覺得我們今天算是表現得蠻好的 然後因為我們有心理準備 他們四進二的時候 也是就是對方有賽點 然後他們再追回來 所以我們知道他們一定是 不到最後一刻不放棄 前面兩屆沒有就是順利的拿下金牌 那在今年終於就是順利拿下金牌 其實還是在金包雲的情況之下 那我真的是就是很為自己開心 專家姐妹第三度搭檔順利摘金 至於下一次亞運屆時37歲 張友然是否仍會出戰目前與待保留 表示想先享受正面金牌 我們今天基本上都做到了 是他們都打在線上 他們在關鍵球的處理上面 就比我們再好一點 那我覺得這是我們可以向他們 學習的地方 那也希望下次回來的時候 可以變得更強大 對於這枚銀牌 梁仁雖然覺得可惜 但還是很開心 也說真的盡力了 而梁仁說黃松號 30號下午出戰 混雙金牌戰拿下銀牌 網球項目是為獎牌庫 今年亞運也不負眾望 單日繳出一金二銀的好成績 三臉希望仍斗賺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